大家好 这棵蝴蝶兰开了大概有四个月了 开得非常棒 最近再长一个新的花芽了 这个是新的花芽 已经长了好高了 还在长一个新叶子 新根也在不断的生长 好多有带水晶头的新根 这棵蝴蝶兰开了四个月 大概这个花枝也就进入尾声了 虽然很多花都还很坚挺 但是我想给它剪掉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新花杆 让这个新花杆有足够的能量在生长 好 开出更多的花 现在我就把这个两个旧的花杆给它剪掉 从花茎的底部直接给它剪掉就好了 这一颗蝴蝶兰呢 我会放到离窗户更近的位置 让它有更好的光照 光照越好花苞才能长得更多 剪下的花杆也不要扔掉啊 马上就给它插到一个水瓶里 看这个水杯里已经插了好多剪下来的花杆了 给它插到水杯里呢 至少还能看两三周的时间 这样呢又是一盆美美的花 摆在花架上还是非常漂亮的 等到插在水瓶里的花都卸了以后 还是不要扔掉花杆 把花杆可以插到另外一个水瓶里 可以养出新的小蝴蝶兰 我所有的花杆都没有浪费啊 都插到了这个小瓶子里了 看到有小叶子长出来了吗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花杆长出了小的蝴蝶兰 又长了一个小根呢 这个小苗我之前给大家看过 大概是在一两个月以前 当时看的时候呢 这个小叶子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现在呢小叶子已经长到大概三厘米大 根系也长了一厘米了 非常让我惊喜的是 但是这一只又长了另外一个小鸭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 这又是一个新的小蝴蝶兰 其实这个花杆非常短 它大概也就有五六厘米长的样子 但是竟然要给我长两个蝴蝶兰小苗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都长大 希望都能长大 而且这个小蝴蝶兰的旁边 还有一个绿色的凸起 这个凸起有可能还是一个新的小芽 非常让我惊喜 这么小小的一个花杆 竟然要给我长出三个小芽 所以大家的花杆千万不要扔掉 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找一个窄口瓶子 可以用矿泉水瓶 底部呢就放一点点的水 大概就是半厘米的水位 然后就把这个花杆直接放到这个小瓶子里 那有的话有说他们也试过 但是花杆很容易黄掉或者烂掉 那解决的方法呢就是 在插入水之前呢 最好晾那么一两个小时 让花杆的底部呢稍微干掉一些 这样烂掉的几率就会小很多了 有的花杆呢确实是长着长着 慢慢就黄了就像这个 但是它黄有可能只黄到一半 黄到一个节点处 也有可能都黄掉了 黄掉了再扔 现在把所有的花杆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几个花杆呢就没有催出叶芽 催出来的都是花芽 我还是让它们接着长了 想看看到底花芽能不能开花 还长了一个新的花苞 但是花苞没有开花 最后还是黄掉粘掉了 因为这个小小的花杆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能量 能让它开花 一点点水和花杆上一点点的能量太少了 最后花苞肯定会粘掉 这个花芽呢我也先不掐掉 我想让它长长看 看看最后能不能花芽还变成叶芽 做一下试验吧 这几个花杆呢我都抹了催芽素 才抹了一两个星期 效果就非常的明显 很明显那个小芽就长出来了 这个花杆上呢现在才看得清楚 第三个真的是一个小的叶芽 非常的精细 一个小小的花杆就能长出三个小叶芽 这个心根长得也很不错 长出了一厘米了 这个小芽长出三四条根 条根都很长的时候 才能把它拿出来种到普通的兰花盆里 现在呢我就把另外一个花杆也抹上催芽剂 这个花杆是没有抹过催芽剂的 目前还没有任何发芽的状况 想让它发芽快一点 可以人为的干预抹一下催芽剂 抹催芽剂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外面的这层包片给它摘掉就行了 找一个没有用过的节点 铺那个小嫩芽 然后把催芽剂直接抹在上面 只要抹一点点就可以了 澳洲的花友可以在eBay买到 这个英文名字叫Kiki Paste 可能这个东西中文也叫爆芽素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在兰花繁殖基地 蝴蝶兰是用种子培养 或者是用花杆的组织来培养的 那我们在家庭养护的时候呢 繁殖蝴蝶兰是非常难的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小窍门 能繁殖新的小蝴蝶兰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캐스터 배혜지